來 給你做了碗湯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吊秤湯 沒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動手喔 聽說遇到喜歡的人之後 做的飯都會是他愛吃的味道 海帶湯怎麼能沒有豆腐呢 黑胡椒是關鍵 這個配方味道有點像酸辣湯 這一口下去重新暖到胃還不會胖喔 在這邊買點吃吧